那么下面他说明年可先到卢江申办 宽容法师提一提 那这个要跟卢江世纪禅寺的老和尚去商量 老和尚同意应该没问题 但是如果说是有上千人来参加 恐怕师提禅寺场地太小了 没有这么大的场地 可能有困难 如果说三百人以内没问题 他可以容到三百人以上没有这么大的场地 不过我现在晓得有一个场地比较大的 山东庆宁的金山寺 现在主持是齐素平居寺 听说他那个地方场地很大 一年前也应该没问题 他也喜欢热闹 如果去办我相信他很欢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